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救夜露寶城 上次講到應該完成了豬島巡禮的四個島神任務的劇情 然後我們應該要找密丹去跟他講 好,你獲得另外三位島嶼之王的承認 最重要的是每隻卡牧都承認了你 我都可以把這個交給你了 卡牧設可以最大限量、最大發揮力量的卡牧設 只不過希望逐一調查各地的究極之洞 目前已知的就是116和宋神可山 嘩,這麼多一二五石之洞員 請根據...這麼多啊 多謝七色的調查 大吳君貌似有事找你,他和歷代... 在戰鬥廳... 哪個戰鬥廳呢? 他和歷代精靈聯盟的古君正在戰鬥廳 冠軍那邊的會議很可怕 哪裏是戰鬥廳呢? 這裏...這個不是...這個他家裏 好像是他的房間 戰鬥廳是不是講過設施呢? 啊,舊世主,冠軍島上見...這裏就是... 突然間突然有聲音 來,我進去看看...夠極亂 這裏是要打的 我們四天王統帥龍之使者到 不用說了,這個要打的 八十里的鯉魚龍 立刻來電電加速 水蛾系立刻變了 試試打吧,沒有防防呢 就打一下吧 長毛巨魔 反射壁 嘩,竟然用這個挑撥 好,妖精 嘩,噴火龍 噴火龍 方長不能用,因為他用了挑撥 我們換一換鯉魚龍 應該沒有技巧 嘩,看不清楚用什麼 但不要緊 不過龍武先 還是不知道什麼 好像火技 噢,炮火龍 這隻飛跳 哇,對面綠武 逆輪 嘩,痛死 幸好 嘩,立刻降火攻擊 彈跳 逆輪也是 嘩,一血筋 嗯... 班格拉 什麼搞的 逆輪 嘩,刺龍王 換一換才刺龍王 長毛巨魔 光牆 靈魂衝擊 這裡反射壁 OK 之後就是龍牛地鼠的收場之角 啊,沒有沙長毛 但不要緊 這隻用地震 好,搞定 作為城東和前關東地區冠軍 認控了你的實力 關東現任的冠軍赤雄巨雪 據消息在究極之洞打贏了究極義獸 穿越到其他地區 他是你之前唯一一個 他是在你之前唯一一個 打到究極義獸的訓練家例子 接下我都會動身前往各地的究極自動平息 蘇聯 OK 合中地區前任部軍 亞大黑 變得強大 並不是為了戰鬥 而是為了守護 曼魔龍 如今的你呢 已經是豐原地區最強 跟我切磋一下 有得回血 有得回血都算好一點 這次我們墊前 不行了,你不前 這隻我想 你魚龍應該可以頂住 龍武 其實可以多開一下 貪心多一下 丟釘一下 一下秒 嘩 銅牌 這隻是神通力 這隻要死 這隻要死 打不到 也不管 怎麼回到天洋 這隻方法 一iones 再把蜆龙 板海 之後我們就換石頭 就犯了 對 了 把蜆龙 放掉 如果還要HP 或者找到蜆龙 啊 還要玩蜆龙 這隻要買蜆龙 有目的 怎麼回事 我看可以 招技沒中到,OK,還有一彎沙塵墓,但是應該會死,音速拳 起雨龍,彈跳,哇,沒中到 連續沒中到,我會重新打一個 其實不是打不贏的,我們可以試一下,我覺得會有大不敵吧 一定要先拿這個套裝,還要再問一次才行 啊,要先找到這個紫色頭髮,阿利拉,否則觸發不到他,進不了這個冠軍聯盟 好,冠軍聯盟我們一來用一個拉,一來打倒,沒問題 直接換走,換到長毛短目,龍武光場,挑撥,我們用靈魂衝擊吧 我沒中到,直不知怕了一下,回來了,Mega進化的尖石攻擊 又沒中到,嘩,又沒中到,瘋子,連續幾次沒有中,兩次尖攻沒中到 我好像打不贏他,如果兩次都不中 超級黑,這些技能,Mega尖攻的尖攻 又沒中到,嘩,厲害 這裡,嘩,雪到很痛 真的,是,有無具魔,幫助,平雲衝擊,反射壁,平雲衝擊 哇,藥寶,嘩,藥寶,真是我打死他 藥寶,絲綫,噴射火炎,你如龍的,好 這個應該可以一下秒 接著加兩級攻擊 之後他降了一下 血筋 咬吹 咬吹 搞定 是第二個比較麻煩 這隻文字蟲 Mega進化用 岩斌 咬吹應該也會死 咬吹吧 生氣打 好,完成 這隻打死我了 因為一拳,他有音速拳 咦 你一下漂亮 李宇龍 我怕他有電拳 吸收拳 吸收拳 接著一個是 一個是音速拳 接著我應該有兵拳 會不會有雷拳或者火拳 好害怕 不如我們直接跳 咦 OK OK 這一下漂亮 這一下漂亮 好 好 OK 這樣就 這裡他有紅牌 他有紅牌我們照用彈跳 騎士窩牛 騎士窩牛是打死我 我們開反射壁 騎炸 還有騎炸 這隻靈魂 衝擊 吸收拳 咦 搞定 將這隻喜悅傳給世人 就離開了這個聯盟 踏上了旅途 而世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旅途中發現了這個究極之動 它不單是一個通道這麼簡單 裡面還有奇怪的新聞 或者那些都不是精靈 異常那麼兇殘 我的精靈被打到半死 重傷 甚至沒有辦法報獲 那些絕對不是普通的 因為解決這件事 我就站在這裡 好來 希羅娜 在神龍的古老石碑 承載著所有生命 和其他生命的相遇 產生出某些東西 來吧 在我們的對決當中 我和你究竟會產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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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畢野台詞 好 花魂怪 花魂怪 花魂怪就是怕妖星 現在以前是沒有的 那我們可以直接用牆牆牆牆 它一來馬上放了一個毒 但不要緊 我們一百光牆 開了光牆之後 我們直接換龍頭地鼠 嘩 催眠 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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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mus 劍 水砲,完全打不入,也不是完全打不入,尼玉龍出來收頭 尼玉龍用拋墓 哇,弗比納斯,龍武 還有彈 好,換走了,墊墊阿足 尼玉龍,龍武,魘魯布,魘魯布,魘魯布 嘩,冗士偷襲,神速 真空過獨自,MegaD ática不夠,快點輸 我和你會產生什麼,產生我輸的局面 不行,比加超在這裡拿一隻重仔,差過一隻 還有遲早甲破隱瓦都要扔走他 因為甲破隱瓦的技能太過差 而且他的特攻又不高,攻擊又不高 因為他其實沒有練到 我記得印象中甲破隱瓦是沒有練到的 我們可以看看 甲破隱瓦是亂了的,和比加超一樣 其餘這四隻就有練到252 所以和這兩隻狀的屬性 遲早我都要換一隻上去 最理想可能是會捉迷2Q 然後比加超也會換,可能會換一隻會飛的精靈 可能會換一隻會飛的精靈去抵抗那些 怕地震的重 不如我們今集就去找蜜丹所說的116和宋神火山這個地方 究極洞瓦裡面有什麼特別 而且其實也很麻煩,因為穿越究極洞瓦 他一定要帶科斯莫古 但是呢 帶科斯莫古我又會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可能 少了一個位置 比加超又可以扔掉 比加超又可以回家 好,還是比科斯莫古本星進化呢 116號到這裡,好嗎 對了 這裡需要打的 眼鏡掉了可以幫他找 這裡其實需要幫他找嗎 應該不用吧 還是可以幫他找 知道嗎 這邊呢 這樣 這裡是收拾Mega石的 是不是呢 齁 馬上變成沙塵寶 原本是妖精場地 蛤 這個 有什麼用呢 還是我已經收拾了 已經收拾了 這個已經收拾了 剛剛那裡收拾Mega石的 好 我們來看看這裡有什麼劇情 在這裡 說什麼 究竟都調查 哦,你就是那位新任孤軍 本來我是不知道這件事的 因為你最近在究竟自動的研究裡面 發生了很大的突破 關於以太基金會報告 科斯莫古就是被這個新任孤軍收服 然後才顯示到你的頭像 你現在好出名 我會隨時支援你 如果你想穿越 事不時會出現不屬於精靈的類別 所以你不要靠他們快點離開 蛤 怎樣啊 事不時會出現不屬於精靈 所以你不要靠他們快點離開 喂,我是冠軍 你剛剛才說我是冠軍 現在你不讓我走 我有科斯莫古 為什麼不讓我過去 蛤 蛤 蛤 不太明白 蛤 為什麼不讓我進去呢 那不要緊啊 我們去送神火山看看 送神火山內部 我記得最頂層好像有個究竟動員 這些要打 好,隨便吧 一張打吧 士兜加銀軍 對,沒所謂 其實不知道有沒有人會 看主線劇情的時候 會打到這裡 我是極少極少機會打這個位置 基本上我是完全不會上去打 因為 因為沒有這個必要 沒有這個必要上去打 所以我是不會去打 不知道大家的習慣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覺得沒有什麼特別就不會打 五領向美貓 那些經驗值超級低的 如果這個時候有個 謎Q的那些出來就有了 假裝噴霧 這個我記得之前好像見過有一次 見過一次 有一次夠多動的 在這裡出現 所以不懂 炎後色 鬼屍 有個鬼屍 絕對是強力的 強力的精靈 下近鬼 不可能是這麼厲害的 欸,又有了 夠了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研究人員出來阻止我呢 來,小子 果然中 OK 可以 有沒有 沒有 這次 有個Mega石 這個是多龍的招技 黑雷沒有石 好 來 謀言進入會有危險 為什麼呢 他是不是要我把科斯莫古進化一下 如果不是不讓我進去 我懷疑是 沒有理由的 OK 可能我要檢查一下 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我 不能進去 我懷疑真的 我的科斯莫古未進化 未進化蝙蝠 或者進化那隻獅子 他不讓我進去 今集短短地玩了這麼多 今集就很短地試了這個冠軍的陣容 發現是不夠打 應該是不夠打 或者要多嘗試才知道 不夠打 還有呢 小星雲那裡應該是要把他進化 我不知道是不是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有玩過的 是不是 可以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要進化才可以 穿越巨洞穴 好了 今集時間就到這裡 下集再見 各位拜拜 你會不會 不可以 有趣